好,我們回來了 剛才說說生意 不是每個網友都做生意 你知道,每天上班 今天老闆又要這樣,又要這樣 這個世界有很多惡頂的老闆 我可不可以用這個吸引力法則 不要說對付 去處理一下我的老闆的問題 剛好聽,我也是打工的 我也是打工的,我都面對了很多不同的老闆 最近你真的問得對 我剛剛誤出一個新的道理,我也在實行 我也和朋友分享過 首先說到背後 我剛才說,我們每個人都好像一個能量場 當作一個船窩,我們每個人都一個小旋風 不是林志榮 暴露了年齡的秘密 不好意思,我好像和你同輩 糟糕 不是小旋風林志榮 抹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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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我們每個人當我們是小旋風 一個小旋風之道 轉轉轉轉轉 其實宇宙很公平 宇宙很公平 你給什麼出去,就會收回什麼 是完全公平交換 當然時間上可能會有差別 但跟剛才說 同性相拒,異性相級 你為什麼會吸引到那些老闆給你 你老闆講點莫頂 你講來聽聽 這些當然是 問你的時候 沒有問題 到出事的時候 又問你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我都沒有叫你做 做了,好像不關我的事 你知道,很多老闆都是A字博的 有事的時候 就忠無厭無事 那時候下迎春 我都沒有跟你說過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 到時就跟你說 不如這樣 你這樣做吧 但做完之後 又告訴你 不是這樣 我那一刻都沒有跟你這樣說 你自己自把自為 即是不認數 這些每天都發生 每秒都發生 即是不認數 最簡單是說他不認數 是 那你有沒有跟他說 你講的 你有沒有試過這樣跟他說 你跟他說 這些肯定是抽籠筋 什麼叫抽籠筋 抽籠筋就是 我沒有教你 你自己會錯意 你舉不舉得出一個時間地點 你講這句話 老闆你講這句話 那我不是每天打卡 上Facebook 你都不會看時間 對不對 那他一定是 老闆很聰明 通常就是明示暗示 告訴你 你直行 大左板就不關他事 明白明白明白 反過來想 我不想說你老闆 對不對 誰是誰非 沒有意思 因為到這個項目 說你有沒有用 反過來 更深的問題 為什麼我會吸引 這種氣場 老闆在身邊 第一 我會記住 雖然你接不接受都好 我們現在很喜歡指著手指 告訴別人 什麼都是別人的問題 對不對 我沒有說我們自己的問題 問題我們是 小船風 小船風怎麼會吸引這些老闆 其實每個人都好像我們一面鏡 不要說得那麼遠 不是如來佛祖說的 其實這個是真的 就是說你相同的東西 就會吸引相同的東西 其實這個老闆 吸引到一些東西給你聽 就會說 會不會是有時候 我們有些東西我們不回應 不會 我很肯定 我不是這種人 所以不是經常都中他招 你明白嗎 但是 你比他更有責任感 那一刻 到時你就衝了出去 是不是 橫過馬路的時候 他又告訴你 喂 他都沒有跟你說 原來轉彎有車 那你衝了下去 到時就撞板了 這個世界永遠都是這樣的 會不會轉過你的想法 反過來 你轉一轉 你的想法 你不要管他 接不接受 這個形象也好 反過來 你跟他說 其實這個是你叫我做的 你再看他有什麼反應 那些就黑了臉 他就跟你說 我有叫你做 不過沒有叫你這樣做 不要緊 你下次再說清楚一點 其實最主要就是 吸引領法則 譬如這些老闆下屬的個案 很多時候 我們不記得了 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 而我們把那個波 那個權力給了我們的老闆 我們好像是附屬於他 雖然他是你老闆 對 但你也要有出糧 你有貢獻你的時間 精神金錢 青春老汁 去做你的工作 反過來 我們不記得了這件事 漸漸波士和下屬的關係 就好像變了 我要依附他的 無論他要做 他說什麼都是對的 就算可能他之前說的指示 是不清晰或者有問題 因為跟他做完之後 責任好像去了我們 其實這是很嚴重的program 是集體意識 不要講得那麼深 基本上是大圍 每個香港人 或者世界上商業社會 你都會有這個意識 其實就是我們不敢去 說清楚 其實我有我的責任 你都有你的責任 而你收你的命令 引致到我這個結果 麻煩大家共同面對 然後你就說 你會不會說 你這麼僵 有什麼被人解僱 我告訴你 香港地 你知道老闆很小器 其實就是看你自己的氣場 我反過來 你猜氣是去到哪裏 其實當你 我想我分享同一個 類似你的例子 之前我回這份新工 我老闆 自我入房正和 你不知道他正什麼 同樣地 純粹發洩 總之純粹發洩 他將他的負能量交給你 Anyway 我會說 為什麼我吸引這些老闆 為什麼他要不斷正我 我先不要管他 對不對也好 我對不對也好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物理 反應存在 情緒反應存在 但是我發覺 我再看自己 原來是很害怕他 我為什麼要害怕他 剛才我教你很厲害 我要信任宇宙 不要擔心所有事情 但是大家是人來的 我是害怕 我不知道為什麼害怕他 我覺得他 我又回到集體意識的 一個死胡同裏 就是說他是我老闆 我一定要聽他說的 他叫我走東東西西西西 而我很害怕他的權威 他一叫我進房間 我就害怕了 那究竟我害怕什麼 我就問自己了 那我回到後面 就是 你是人我是人 大家都是打工 你職位高我 並不代表 我是要是 完全卑躬屈塞於你 這件事 在我的能量 我已經顯示了出來 而他作為一面鏡子 他只不過是 有空去借我 去提醒我 喂 你又將你的權力 下放了給其他人 你不記得自己的小旋風了 那我慢慢 幾個月之後 都要被人罵幾個月 你真可憐 我相信很多網友 都有這樣的親身經歷 你真可憐 就是我不相信自己 是一個小旋風 我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但是我突然間 有一天好像被雷劈 我醒了 為什麼我要害怕他 我害怕他什麼 對不對 大家做事有對有錯 其實沒所謂 只要做對便可以 我為什麼要害怕他 害怕他做什麼 害怕他有牙 那一刻開始 我好像不害怕了 看到他 之前在走廊尾 看到他走廊頭 我走路走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害怕 但是 之後 我改了我的想法 我真的改了我的想法 就是 大家都有人 我不用害怕 做事而已 慢慢 你不要理 你不要說我變魔術 之後 他沒有再逢星期一 照我又訪席 以後跟我說的 不知道為什麼 多了一份尊重 是 而他也沒有罵我 我並不代表 我的工作態度 表現是有改善 或者沒有駁嘴 應該這樣說 我一向都不駁嘴 但問題就是 他沒有借我 甚至有時候 我都會做錯事 大家都遊魂 很正常 打工 那我是人 不是機械人 但之後 他沒有借我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實驗 我希望大家網友 回去練習一下 我不是叫你站在你老闆面前 拿著手指指來罵 而是你心理上先調節 你是不是更害怕他 還是你是不是要跟他所說 有事你會心裡覺得 你都可以錯 我不是完全要 我不是附屬於你 我不是附屬你 我只是打你工 就是這個合作的關係 只是你的權力比我高 你的權力是你自己 公司給你的權利 公司給你的權利 但是人身的權力 大家是平等 這是很重要的 我的命運 我自己掌握 是的 就是不要像張 今天老闆罵了我 很多人打工 都正常的 一放圍埋 就說老闆是非 老闆今天說了我 不不不不不 他就說我這個位置不好 反過來 我們人生的價值觀 有很多面子 是不是你老闆決定 當然不是 我自己人生當然是自己決定 還有另一件事 有個心理學家 我聽過一個講座 其實有一個人問同一個問題 我看到我的老闆很害怕 我不知為什麼 見到他我就腳震 他跟我說多兩句 我就想死 問了心理學家 去年聽過一個講座 他的分享很好 心理學家說 很簡單 你幻想你把你的老闆縮小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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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當你罵你的時候 你當他小到小人角那些人 你大過他很多 你還怕不怕 慢慢去練習一下 那個人就說 其實這個OK 最後的feedback 就是這樣 我已經不再害怕 其實很多害怕 你要記住那些是假的 假的意思不是真實的你 可能是你爸媽的program 或者以前的經歷 影響到我 我怕了這件事 是啊 其實你不要再 無論怎樣都 大家都有人 記住 一句就是大家都有人 另外一個例子 大家也說 大家也說上班的事 那我的秘書朋友 在大陸做秘書 他也是很害怕的老闆 他老闆扣了他這個商量 因為公司財政環境不好 扣了他商量 但他的合約 寫明一定有商量 那怎麼辦呢 我跟他談完 大家混合完這件事 害怕老闆 我把我的經歷告訴他 然後我說你不如回去試試 我一定要拿回這份商量 我一定在過年前 拿得這份商量 我是值得去拿這份商量 你不要管 他真的一個月前跟我說 要請我吃飯 我真的拿到這份商量 但拿完之後有沒有後遺症 有沒有再給你幾個月薪 他也有繼續 有出薪的 即是繼續有這份工 不是多出幾份薪給你 或者不是拍桌 我不管你 死這兩個月薪給我 不是 而是他告訴我 他很和平 他當然自己有些心理歷程 你要調控的 而你真的拿回這兩個月的商量 其實我也很鼓舞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在這裏跟大家說話 就是你親身的經歷 可以給大家一個啟發 我希望大家 我們不是心目中想得那麼灰 這個世界 其實一會兒我都會說 我現在多口順口說 我希望大家 看了我 聽了我們這集的節目之後 有什麼資料 或者分享 可以留言Youtube給我們 我又可以把你的經歷 例如我朋友拿回商量的經歷 例如類似這樣的經歷 可以給大家分享一下 知道大家有個支持 有個支持 有個支持 group 支持 group 很重要的 當然啦 如果所有事情都只有自己一個人做 真的很無忍的 是啊 我講給你的法則幾點 沒用的 最重要是大家 用了是有效的 用了有效 如果你用了有效 你開心的 你又再分享給你身邊周圍的人 其實就是慢慢的一個團隊 大家都是小船風 如果大家真正做回小船風 你想想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心理上的調控 是不是這麼害怕他 不是代表他做的一定對或錯 對錯其實沒所謂 我是不是要把自己的權力給他 這件事其實都套用在男女朋友那裡 你有沒有一些男女朋友 或者經常被男朋友欺負 或者經常被女朋友欺負 當然有啦 又或者反過來 誰就不要說了 是什麼 就是這樣 就是怎樣 我身邊有很多姐妹 都有這樣的經歷 這個世界永遠都是這樣的 你越在乎她 她就越不理睬你 那種 同一個案子 剛才我跟你說 老闆的案子 你可不可以用你知道的東西 立即套用在這個案子 那就是說 反過來 好像男女朋友那樣 我越在乎你 你越不理睬我 就是說我將自己變強大 將她變縮小 將大家的位置變成平衡 那我的關係會不會和諧一些呢 至少我不是一個小人 不會讓她吃著我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嘩 好 下集你說吧 不行 不行 不用說了 當然不行 很厲害 果然是有慧根 Exactly 類似的經驗 你說得對 傳眾就是 很多時候 男女朋友 大家的權力 或者所有東西 失衡就是 某一方 當是小女兒 小女兒 小女兒 美女A 還有強壯 健碩男士B 你不是小鮮肉B嗎 小鮮肉不夠厲害 男人可能是強勢的 為什麼引致她強勢呢 可能她很英俊 又或者很健碩 這些體型上 反過來 報紙寫的感情騙史 通常都大肚子沒有頭髮 就是了 其實無所謂 不關外貌事 都是氣場的問題 你的小旋風是怎樣 你有沒有用到你的小旋風 可能反過來 你的男朋友 成功生意人 或者賺很多錢 做高層 這又是另一回事 反過來 純粹就是 這個美女A 其實她很喜歡這個男人 你不要理她大頭 打頭什麼都好 終於知道 超喜歡這個男人 很害怕沒有了她 但最後 她很珍惜她 男人說什麼都聽 千衣百順 千衣百順 但沒有用的 也要等你那種 但她男朋友最後 都是有小三小四 可能最後 有產失暴力事件 什麼都好 Anyway 其實就是這個女士 她把她的權力 你說得對 轉移了 覺得她的價值 就建立在這個男人身上 我因為有這個男人愛我 那我就升一百倍了 我變成 很厲害了 覺得自己很厲害 而將你自己的價值 建立 由這個男人給了一個價值 你自己 忘記了你自己是多麼強大 那你又失衡了 其實最後那個男人 很多時候這些case 都很難會是未滿和開心 為什麼 因為你把權力給了她 男人一行一笑一動打電話 什麼都好 都完全影響你的情緒 反過來 其實你就沒有了你的主意 自我 自我 漸漸地 那個男人 能力 能力 能量 能量上就失衡 大家都不在這個和諧的狀態 剛才我講過 一出一入 修法要完全對等 你才可以維持到和諧的關係 如果你這樣失衡的關係 第一 男人可能會覺得很辛苦 女人又會覺得自己患得患失 所以就奪命追雲召 他跑得更快 我開始找小三 跟著找小四 是的 我有很多 反過來說 你看到郭富城 郭富城 永遠的王老五現在結婚了 是的 你又沒有理會 之前的女朋友都很漂亮 很漂亮 但每個人都想結婚 為什麼現在Moco Moco Moco 撩得住她的心 我不是她以前的女朋友 當然 你也不是她腸底的那個 是的 我不可以完全去解釋這個狀態 但我可以很肯定告訴你 第一 Moco 應該不會是大家的能量平衡了 例如之前的女朋友 無論你拍了幾年胎之後 你習慣了去遷就她 或者以前的女朋友 或者外表我們見到她很好 但她心底裡會不會有一點點淹底 即是淹底的意思 我看到郭富城 她是天王 而她好像很厲害 將自己放下 放到低低低低低 反過來 你的能量發射出來 那男人未必會珍惜你 因為你的能量牆 已經發射出來 而她又會接收到你的能量 即是說 你覺得自己都不夠厲害 去給你愛 不夠匹配 不夠匹配 不夠匹配的話 其實慢慢的男人真的會走 這個是其實一個平衡 我又給你一個自身例子 其實我學了這個吸引力法則之後 有一件事很好玩的 每天都好像打遊戲 你不覺得嗎 我想些什麼又出些什麼 接著我再想什麼再出什麼 好像真人騷 我自己的case 就是我發現要越愛自己 愛是一個很大的能量 你不要以為我一直說老土的事情 韓劇的愛 有理沒有理的那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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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說有多愛自己 尊重自己 我發現 我試過做過小實驗 我就是慢慢去越來越愛自己 以前我好像那些韓劇女生 我老公想怎樣 我就很擔心 如果我動 我也覺得 我要怎樣令她舒服 怎樣令她開心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她 傳統的言妻 傳統的言妻 無論如何都好 但你發現 其實她未必會給到你想要的東西 永遠都覺得有些東西都是差一點 她好像不是很愛我 為什麼會這樣 好了 當我學了這個吸引力法則之後 我發現原來 不是 能量點在我身上 不是在她身上 不是我要對她多麼好 而是我要對自己多麼好 跟剛才類似信任 相信這個能量是一樣的 我有多麼愛自己 有時候她說要去吃西餐 我喜歡吃唐餐 我就就去吃西餐 但我連自己想吃唐餐 都不敢說出來 因為我就去 但當我學了吸引力法則之後 我就轉了 我要吃唐餐 我要吃中餐 麻煩我們去吃中餐 我今天只想吃中餐 我不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 但這不是自私 而是我真的想這件事 而她是OK的 大家夾 但類似生活上 很多小的例子 我不再擔心她了 反正我怎樣料理得自己好些 即是說 我就把我的包袱放下了 是這個意思嗎 是的 這件事之後 我發現我老公對我好 怎麼好呢 其實你可能說 怎麼好呢 給錢全都來 不是 而是她主動會問我 例如我工作晚餐 她會主動買飯給我吃 以前不會 或者我早上出街要做事 她會載我去坐車 以前不會 無論是中下秋冬 都是我自己 走去接駁車 再去地鐵站 但之後她會自己彈起來 去載我去 她會不會有些事 沒有告訴你 是否一些補償行動 那你就多想了 她經常都是 她的視線已經在我360度掌握了 即是盡在掌握中 其實簡單地說 其實最主要就是我發覺我轉變了自己之外 周圍的東西都會轉變 這個我老公這個是一個小小的case 所以其實主要就是 我怎樣料理我這個小旋風 我自己的能量場 我的感覺、情緒 也都會影響我周圍的人 你試一下玩一下這個小實驗 其實很簡單而已 你由明天開始 你試一下一些新的情況 你怎樣去看 怎樣去處理 那你就會知道 當你改變了你的內心 你吸引的東西都會不同 好 那我就明天試一下 由我選擇吃什麼早餐開始 你選擇吃什麼早餐開始 有什麼關係 早餐當然是很重要 是不是 令到你每天都精力充沛 但是你知道香港人這麼繁忙 連早餐有時候都很難選擇 你塞車已經沒有早餐吃了 是不是我應該想想 我今天不塞車 是不是這樣呢 不是不塞車 你又不記得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要牢牢長通 我要最快最短的時間到達我的目的地 都好 那我們由一天最早搭車開始 記住 就算你第一次 不行 我們又來懷疑自己 為什麼我不行 是不是這次宇宙沒有照顧我 這次大哥不照顧我 我又不被照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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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過來是要看沒有所謂的那些東西 你下了命令 它什麼時候出現都OK 你慢慢 當它真的出現了 其實你會 你多謝它 出現了這件事情 它真的達到了出來 你再多謝它 所以開頭試 應該這麼說 簡單地說就是 不要理會它出不出現 你下了命令就算了 是的 不要再懷疑 記住不要懷疑 如果記住 今天不出現 可能反過來 今天不出現是好的 反過來 我之前 之前沒有地鐵 有個人放火的 對嗎 對 我有個親身經歷給你聽 親身經歷這麼刺激 這樣就要分享一下 那天我下班 我下了一個命令 就是盡快回到家 但我又收到一個指示 另外一個指示 就是叫我搭船 那我就想 乘搭船 指示是否突然腦子飄一飄 不如去搭船 就是這樣 那我就去搭船 誰知原來我那段時間 是剛剛地鐵放火的一個時間 如果我真的乘搭地鐵 我真的有很大機會遇到那個情況 就算我遇不到那個情況 我都會受影響 其實那一刻你就會想 你是不是玩我 叫我搭船 我又試試搭船 但是你得到出來的東西 就是你期望不到的東西 跟我剛才說的 我們想這件事對我們好 但其實是不是真的對我們好 我們有個天眼通的宇宙大帝 才會知道這件事是否真的對你好的 所以相信是很重要的 可能我們的腦子要過了一段時間 之後想回頭 為何會有這樣的 你才會知道原來這件事是對我好的 跟我們之前想計劃A的東西其實是差一點的 所以這件事我們就要慢慢去學習 但當你越來越順便會覺得所有東西都有得這麼巧 我們叫它共識性 就是一些東西順著來的 即是相應 相應 譬如說我今天想有人請我吃飯 或者是我要看達明演唱會 那天有人跟我說我請過看達明演唱會 其實很多時候慢慢調節一下 這些東西就會慢慢來的 你覺得最近你最想實現些什麼 如果是不要說到生意那麼偉大了 因為對於你來說有一點壓力 當然是工作壓力不要那麼高 工作壓力不要那麼高 但如果剛才我和你講的老闆的案子 老闆的案子是怎樣的 你覺得你們要怎樣處理這件事 沒有的 那我就真的要嘗試你的吸引力法則才知道 是嗎 真的 那好了 我們又說另一件事 我們想吸引這個名譽 大家都想吸什麼 錢 是啊 對嗎 這些當然是一步一步來的 有成功就自然有錢 但問題是錢從何來來呢 我又說回你的flow 你的轉向能量轉向 有來有往 有出有入 反過來的話 就是 你會不會我們有時 很多時候就是媽媽叫你不要貪心 對嗎 媽媽叫你不要貪心 我現在幫你 你的心會說 唉不好意思的 好像那些媳婦一樣 唉你這樣幫我 不好意思的 真是不好意思的 很多時候 我們中國人 尤其都會有這個想法 其實你給了出來的signal 就是什麼呢 就是從這個宇宙說 其實我真的不是更想收好東西 暗淺下一個層面說這件事 就是代表你不願意收 有好東西給你都不願意收 你的潛意識 不關你的顯意識 如果我給你錢 你當然會收 但反過來 我請你吃飯 有些好多人都會覺得不好意思 又或者覺得 我下次一定要請回去 對嗎 中國人就會有這件事 但其實在宇宙的定律 能量的定律 或者卡普靈法則的定律 就是你不願意收 不要緊 如果你剛才這樣說 吸引力法則 我要謝謝 你請了我吃飯 我就謝謝你 聰明 但有很多其他人 不是這樣想法 好像我們下了一張清單 我們收了別人的東西 我要還給別人 這件事是一個極端 另一個極端就是 我們願不願意去無條件付出 這件事是你的能量的顯 剛才那件事是收 那件事是送了 發出去了 我們會不會有些情況 是願意無條件付出呢 是很大方的付出呢 不是說錢 有條件性的付出 無私的付出 我幫一下別人 不要只說錢 不求回報的 不要說錢 譬如簡單說 朋友叫你幫忙 你願意幫忙 我願意的 你當然好 不是我怎麼找你 但有些人會很計較 會計較很多回報 計過度過 才算我願意做這個行動 反過來 你又不肯發出去 那你怎樣收 因為我這樣說 你能量來往 是一定要均衡的 如果你某一方 有一個堵塞的話 都會影響了你的能量流向 所以我不是叫你們天天要在街派錢 不要那麼極端 問題是很多時候 你可以無私地幫一下一些人 或者幫一下朋友 你不要計算回報 你不要想著我現在收回多少 你要記住宇宙是公平的 你的回報不是你肉眼 這一刻你腦想到的回報 但可能最後你儲了 好像銀行儲錢一樣 你儲了很多功德 即是說我好像儲了飛行李數 錄卡儲飛行李數 或者吸引仔 買東西吸引仔 你錄卡吸引仔 但你又不要想 你收到什麼東西 反過來 它會給你很多驚喜 所以能量來往這件事 我希望大家留意 從這一刻開始 平時你怎樣做事 怎樣去對人處事 你的生活 你有沒有一些東西 勒著勒著不肯收 又或者不願意付出 勒著勒著不肯放 又或者反過來 又或者反過來 因為如果你越是放鬆 你處理到你這個能量的流向 那些封城是無限的給你的 有時你要記住 封城不只是錢 封城可以是一個機會 快樂 或者是貴人 幫助 幫助 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們不可以用我們的腦 或者用錢去衡量 一吉一等於 而你現在可能沒有那麼多錢收到 但可能你認識到一個朋友 去帶給你一個另外的工作機會 跟著你一個新的啟發 那你之後搞一下搞一下 其實你就可能會變成了李嘉誠 我相信李嘉誠穿交花那一刻 都不會知道自己有今天 那就是這樣 對的 就是沒有人猜到的 但所以記住 我不斷地重複了 好像阿婆一樣 就是什麼呢 相信 相信 記住是無限的機會 是來的 其實問題是在你旁邊的 你拿不拿到 或者願不願意拿 所以下次別人請你吃飯 師傅會覺得不好意思 不會 我會說多謝 你又不要再想我什麼時候請回去 你這樣又好像截了 這樣又要交換 但我亦都會嘗試去請你吃飯 讓你有多謝 這些就叫做我們說的有來有往 好了 我卡回了 差不多的時間 我想我們說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其實我們卡回吸引力法則 最主要條件是什麼 你都懂得回答我 有來有往 然後呢 要開放自己 然後呢 然後就你說 相信 相信 對呀 相信 不好意思 記性差 年紀大 相信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相信 什麼都不用做 明白 我這一刻會相信我自己 首先調整我自己的思維 去相信我自己 你會不會 然後你就會 你想的東西 你會怎樣說 多謝 還有的肯定語是什麼 我的生意會 好 十分 好 我的老闆會什麼 對我好 快樂 我每天上班都會什麼 好開心 Exactly 記住我們的小旋風 所有東西是由我們出來的 所以反過來有個時差 你現在周圍發生的事情 不是你之前想的事情衍生出來 有個時差 不是外面牽引你 反過來是你牽引外面的世界 所以 你這一刻 無論你外面的事情 多麼混亂 都好 打架都好 無關你的事 你都記住 由這一刻 你怎樣平靜你的開心 開心 出來 就可以了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一次 看看有什麼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好 其實我希望這個節目大家互動參與 我再說一次 希望大家在YouTube留言給我 看看你們有什麼經驗分享 或者你有什麼問題 想我或者有什麼題目 你想我在之後的節目裡面再說 我也歡迎大家提問 希望大家真的做到無極限的自己 好 多謝收聽 拜拜